天王星是太阳系中最神秘的一颗行星 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 只有天王星是躺着的 我们地球自转轴的倾斜角为23度 但是天王星的轴向倾斜角竟然高达98度 从地球上看去 天王星系统就像是一个枪把 它的卫星与星环构成了枪把的外环 而天王星本身就是枪把的原心 天王星早就成为太阳系里的独一份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天王星 这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供的一张 时间最近的有关天王星的照片 照片拍摄于2003年 使用的是欧洲南方天文台的安图望远镜 这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望远镜之一 但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图像也仅此而已了 因为天王星离地球实在太远了 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大约为30亿公里 天王星的视星等为5.5 是天空中比较暗的一颗星 但是在晴朗如云的晚上 用肉眼使劲地看还是有可能看到 虽然天王星自古以来就被人类所观测 但是古人认为它是不动的 都把它当作恒星看待 直到1781年的3月13日 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 在家里观测到天王星 他首次提出这不是一颗恒星 随后大家逐渐认识到 原来在太阳系里 除了水晶地火木土 六大行星之外 还存在着其他的行星 迄今为止 只有一艘探测器访问过天王星 那就是NASA于1977年8月20日发射的旅行者2号 一晃都已经过去40多年了 为什么不再向天王星发射探测器了呢 有两点原因 时间长花费大 如果单独向天王星发射探测器 在路上的行进时间要花上16年之境 旅行者2号是因为恰好赶上了时间窗口 当时太阳系的四个巨行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都在太阳的一侧 这种情况每175年才能遇到一次 借助木星 土星的巨大引力弹弓效应 旅行者2号只需要9年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天王星 并且可以一次探索四大行星 人类的这次深空探险行动 是一首伟大的太空赞歌 注定会永垂实测 1986年1月24日 旅行者2号以最近距离观测天王星 距天王星云层顶部只有81500公米 探测器为人类带回来一系列精准的数据 天王星的体积在太阳系排名第三 直径相当于四个地球大小 质量排名第四比海王星略小 天王星的自转周期是17小时零14分 也就是说天王星上的一天只有17个小时 但是不同于地球的是 因为天王星自转轴是平躺在太阳轨道平面上的 一个极点会持续的指向太阳 另一个极点则背向太阳 只有在赤道附近狭窄的区域内可以体会到迅速的日夜交替 但太阳的位置非常的低 很像在地球的南北极看太阳 天王星绕太阳一圈要用84年 它的每一极都会被太阳持续照射42年 而另一极就处于42年的永夜之中 天王星最神秘的事情就是它自转轴的琴角 它为什么会横着躺着呢 有些天文学家推测 天王星很可能被一颗体积相当于地球一到三倍大的星球撞击过 也就是说以前天王星的自转轴也是接近于太阳平行的 在被猛烈的撞击之后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 大撞击理论我们不止一次的听说过 月球的形成也有一种大撞击理论 但是这些都只是人为的推测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以目前人类的科学认知还不清楚 很快呢 旅行者二号又发现了天王星不同反响之处 天王星的磁场 天王星的磁场不在行星的几何中心 磁集呢 从行星的中心向南极偏离至行星半径的三分之一处 天王星的磁场有多个集 而且磁偏角很大 分别是59度和47度 而天王星的磁集呢 则随着它的自转而迅速变化 也就是说天王星的磁集一直在不停的翻转 这和地球的磁场区别就太大了 地球的磁集大致指向南北极附近 而且呢地球的磁场非常的稳定 在过去的7600万年间 地球一共发生过171次磁集倒转 最近的一次磁场倒转呢 发生在距今70万年前 而在天王星上 时尔磁场可以保护星球不受太阳风的侵袭 但是用不了多久 太阳风又会直接的吹到星球的表面 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地球啊 所有的生物早就灭绝了 天王星的磁场为什么这么古怪呢 同样是令科学家不解的谜题 旅行者2号继续向地球传送着奇怪的探测结果 天王星不是离太阳最远的 但它却是太阳系里最冷的一颗行星 天王星对流层顶部的温度为零下224度 而海王星距离太阳比天王星要远的多 但是海王星比天王星的热量还要高上6度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科学家有一种推测 天王星的内核温度可能要耗尽了 天王星的内核最高也就是6000多摄氏度 同地球的内核温度差不多 但是考虑到它的体积是63个地球大 这说明天王星已经没有能量了 奇怪的是天王星的姐妹星海王星 仍然在向外辐射着能量 那么天王星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科学家们同样不知道 据NASA的科学家研究 天王星很可能是一个由钻石组成的世界 天王星的大气层里富含甲烷 当能量巨大的闪电击中甲烷时 碳原子会脱离化学界并漂浮在空气中 在大气下层 当压力和温度上升时 碳原子就会变成固体钻石 钻石降落到地面时就形成了绝世奇观 也就是说天王星上或许覆盖着大片液态的钻石海 海面上还漂浮着类似于冰山的体积庞大的固体钻石 钻石海洋的说法可以解释天王星此极倾斜之谜 此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王星10%的表面成分是碳元素 天王星巨大的星环也令科学家们感到迷惑 星环是由陨石撞击行星形成的 但是这些环形成的年代并不遥远 科学家们认为大概不超过一亿年 也就是说天王星很可能替整个太阳系绑住了多次陨石撞击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距今6600万年前那次灭绝了恐龙的小雄星撞击 会不会与天王星的星环是同一批陨石呢 天王星到底是一颗什么样的星球 其实科学家们也无法给出答案 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行星科学家 拉维特海勒德说 我们现在所有的推测都是基于旅行者二号 提供的数据 而这些数据让我们了解的仅仅是沧海一宿 就好比我们只到过北京 就让我们总结出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一样 要想真正的了解天王星 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发射探测器 前面我们讲过 发射探测器是有时间窗口的 2030年代中期就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 木星正好再次处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 借助木星的引力弹弓效应 可以缩短旅行的时间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同时也可以减少探测器的燃料 使飞船携带更多的科学仪器 2030年代人类会不会再次前往天王星呢 目前还不清楚 对于NASA而言 这种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旗舰型的任务 通常都需要七到十年的时间做准备 NASA在2022年会发布行星科学十年调查报告 到时候就会揭晓答案 天文爱好者们普遍的希望 NASA能够重返冰河巨人的时代 欧洲空间局的负责人 法比奥法瓦塔曾经表示 欧洲空间局愿意与NASA合作探索天王星 当然目前还只是异想性的体验 然而人们还寄希望另一匹黑马的出现 那就是中国航天 中国航天有没有可能 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时间窗口 发射探测器向天王星出发呢 最后再闲聊两句 最近有一个词非常的流行 叫做内卷 其实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内卷的状态里 与其大家不断的内耗 还不如合理的分配一下资源 向太空多发射几个探测器 当有一天人类在月球上建造了城市 并且准备以月球为基地 向宇宙深处进发时 那个时候再回过头来想一想 什么特朗普拜登普京啊 又有什么重要的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聊